字幕志 Chic Hello, 大家好, 我是Lizzy , 陳凱文 來到他每天 先攻中國位球迷 貓絲如意 身體健康 遁達年初一高級組銀排冠賽那一天 大家有沒有進場見證冠軍彈生 還是在家看直播幫外隊打起 哪個球員的表現令你最印象深刻呢 立即去片重溫一下當日的精彩片段 打連賽一上映的高級組銀牌決賽大戰 由東方對著潔志 兩支名牌球隊正面交鋒 當然是兩隊球 今屆頭兩次對碰,潔志都能夠大炒對手 精英盃贏東方5比1 聯賽亦贏3比0 所以賽前都被看高一線球隊 大開球組隊方面,先見東方多點入門先 包括麗絲組,右腳送傳中球過來 過不了保羅,美男梳頭 中間一輪混戰,又沒有人可以補下 非常可惜 但頭幾分鐘的決心,大家亦感覺到東方 希望憑著對手被站穩陣腳,可以先偷倒雞 及後結智,雜音陣距也有多了很多機會 包括這單路域,雖然拿回轉頭 要帶U式扯球過去 但射得很有足球智慧 打算拿來龍門右下角死角位 當然了,阿輝也本身都搭了位 那個球也是最終的斜出 另一次機會了 今次就宣秉謙阿里亞斜插走位 都是擅長的東西 接著馬高斯直接傳送 拿都不拿了 一斜插,立刻摘位左腳按下去 又被保羅哥哥成功,封走了 再來一次 今次走到背脊位 兜過周元德 繼續都是孫敏謙的機會 仰道樂超級窄惑 勁碰,打算搏大帽 又被保羅哥哥封走了 可惜門前隊友未能補多一下 因為本身看到巴道姆都差一點 但球實在太快了 沒辦法了,先做不出反應 然後又見到結智另一次機會了 這一刻回頭 基爾頓 右腳扎到湯石 過不了葉鴻輝 上半場是0比0先的 下半場比賽了 下半場的情況有點不同 下半場有些攻防戰味道 包括這下頭鎚 單路域超美頭鎚 但更精彩就是葉鴻輝 這球球超級神咎 還要左手 上半場把球拖走 非常高水平的撲球 另一次機會 又是高球 接著對鎚的球過來 這邊再彈倒去 明家索科 單路域漏了 不要緊,還有米基爾 伏兵門前 右腳擺 先搞定你 米基爾下半場有很多 剩下禁區 希望撿回第二球 或者撿到一些遠處機會 如果真的被他霸道一次 就是這樣的情況 但結子先開紀錄 以為領先之下 就很大機會 90分鐘收死對手 也看到朱子光格連響到 但東方也顯示出他們的平靜 包括王子豪用他飛掛 右腳半渡掛 歐花波賣腳 被霸道姆門前一拼就搞定你 就這樣一比一攀成平手 霸道姆的入球 霸道姆的繼精英盃 對著傑志入球 很漂亮的 接被角球倒掛的金球之後 這下也在門前 折一拼就搞定你 攀成平手先 如果賽事要進入 就是加時比賽 好了 看到加時方面 伊古沙托尼 其實他下半場已經進來了 這場也做了很多傳中球 但中間單路會的射球 通常都被對手成功撥到 這次輪到馬高斯 左腳先刮一下 可惜還是無攻而退 結果打加時方面 上半場還沒有入球 去到下半場了 加時下半場 蔡立正 這個兜大位 右腳扯遠 全球都急墜 這場球後備入太 差點整球 好球 但保羅這下也完全沒有問題 結果雙方 惡戰了一百二十分鐘 都是未分勝負 去到護車十二馬 馬高斯是沒有問題的 他先操刀 拔到門掌 保羅捉錯路 這邊伊高沙托尼 射到龍門右下角 阿輝捉到路 但好惜還是進入球 之後見到這邊 孫敏謙射中間射失 對面射中間 就是高球彈奴役 結果結智領先 及王子很可惜 打算是左腳發力一關 亦抽高了 齊斯角 後備登場 亦攻入了這球的十二馬 這邊如何 打到梁冠聰 駁到門掌保羅 亦捉錯路 接著就是周元德 結果成功操刀 電令釋局 最終結智 憑著活色十二馬 就叫他險色的東方 球會史上第八次 捧了銀牌的冠軍 最後葉蒙輝 亦哭成淚人 再次攻擊結智 第八次捧起銀牌冠軍 恭喜恭喜 各位撐本地球 球賣想重溫賽事 及球隊的報道 可以登入這個網址 記住下載東網APP 收睇直播 如果想在直播期間 和我們的評述互動 《講波經》 就可以去到我撐本地球 Facebook專頁留言 今集的節目時間 來到這裡 我們下午再見 拜拜